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业 隐藏着的是对这个遥远国度的极度陌生 1954年4月24日下午三时许 一架从柏林方向飞来的苏联一二十四专机 缓缓降落在日内瓦昆士兰机场 待机舱门打开 机场响起一片欢呼声 周恩来 周恩来 是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兼外交部长周恩来 他代表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一次来到了这座 被称为世界谈判桌的欧洲城市 中国代表团首次到来所造成的轰动 给一些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总理一直是外交的风度 在世界上是公认的 一直都是非常有风度的 在当时西方人的想象中 中国人应该还穿着长袍马褂 中国代表团的到来虽然澄清了这个误会 但是整齐画衣的着装 仍然让大家吃了一惊 无论如何 西方世界在最初的日子里 仍然觉得这支来自中国的队伍 是那么与众不同 而鉴于当时紧张的国际局势 周恩来总理 一再告诫代表团成员 在安全保卫工作上 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下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作为世界五大国之一参加的重大国际会议 朝鲜战争虽然停止了 但是紧张的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下来 当时为保证代表团的食品安全 做了许多周全的准备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要考虑安全 不排除有 比如有反对势力进行破坏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了 一开始就带着老鼠什么都上去了 后来这个东西不太动 记录了那样浓的老鼠 它是要化验 这是讲的万一才 是要给我们放东的 我从吃的东西上讲 当时比如说什么牛奶啊 这些啊 洗剑这些东西都是 因为苏联当时它是每隔一天 或者两天 它有一班飞机 从莫斯科里边飞过来 所以我们这些物资呢 就通过苏联来就带过来了 那么你青菜啊什么之类 你只能从当地买了 所以当时也专门有一个小的 那个所谓的这个化学的检验室 实际上就是一个皮包 装上各种化学试剂 对每次这个宴请用的 生活用的这些东西 包括这个盖的被褥啊什么 都要进行检测 而中国代表团居住的 莱蒙湖畔的花山别墅 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呢 这里就是花山别墅 代表团的主要成员 就居住在这里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乳白色别墅 带有网球场和草坪 住在这儿的有周恩来 张文天 王家祥夫妇 张文天的秘书何芳 周恩来的秘书陈浩等人 王家祥夫人朱仲丽 是一位文学爱好者 她曾为华山别墅的生活 写下过美丽的文字 中国代表团下榻在一座 大花园中的一栋多角形 欧式楼房 院子里盛开着玫瑰 樱桃与熟透 像红玛瑙一样点缀在枝头 糖条顺着木架爬上屋檐 一片碧绿 一楼的正屋 是周总理的会客室 办公室和卧室 餐厅在一楼的一侧 我和家祥住在二楼一间大屋子里 设备与卫生条件都非常好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是花山别墅的第一个来访者 这位被国际外交界 称为铁锤外长的老革命家 在苏联政府中的资历 仅次于斯大林 在国际外交界也素以态度强硬著称 但是他对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们 始终怀着深深的兄弟之情 他提醒中国代表团 在花山别墅里 可能会有窃听装置 我们也没办法 所以就到院子里开 正好日内晚那个时候气候很好 也不冷不热的 就到院子里开 你看这几个照片 但是那个花山别墅有一个涌道 一边走着一边弹 用干扰的办法 两个办法 一个是把那个是 用手运机 往往放起来 一个办法 就把洗澡盆子的水 放下 花溜 这样就干扰党着他 但是干扰着他 自己就 大概几三千几四千就拿到了 只够了那么三四千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 要在屋里 还要不能完全不在屋里 完全不说话 就放 把水龙头打开 因为你要干扰人家 人家 要是人家请不得你自己当然也当场请不得 所以 这个王冠南在那里用我这种花 他也 我们同乡了 他用山西花 本来就得大家请起来 叫得吃礼 再那么一花了 什么也请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 就说 山山山 把他关了吧 比起花山别墅里 高度戒备的紧张气氛 住在城里旅馆的 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的生活 显得更为轻松 但是周围的环境对他们来说 还是感到非常陌生 出道日内瓦的刘家杰 和许多代表团成员一起 住在来蒙湖畔 一座名叫玻璃瓦石的旅馆里 早餐 由适者用推车推到房间里 供客人享用 这种西方旅店业高水准的服务方式 让刘家杰吃惊 年轻的他 胸怀无产者天下一家的激情 邀请适者和自己一起享用美餐 却没想到这份好意 会让对方十分尴尬 他听到以后 小孩打跳 不能不能不行 不不不 我小孩打跳 他怎么这么 喊这么松了 什么什么 后来他说了一句话 如果说刘家杰的遭遇 是因为自己的突发行为 引来的笑话 而下面这件事 则让好些成员 怎么也摸不着头脑 我们去的时候 不是要 传得要像样一点 那么那些人家看见的时候 他很奇怪的 黑衣服那么多 到后来我才知道 是不是因为你们 认为你们是武师 像这样 因为文化差异而闹出的笑话 在当时的代表团里并不显见 不过现在亲历者们回想起来 每件事却都笼罩着一层 清洗剧的幽默色彩 居住在花山别墅的周恩来总理 神经始终崩得紧紧的 当时周总理担心 英美如果这时候挟起手来 武装干涉印度支那战争 越南人民军就会丧失 在战场上的优势 其结果会导致日内瓦会议 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 谈判失败 因此 在会议上要先谈什么 后谈什么 周恩来总理反复地琢磨考虑 所以周总理对事先拟定的 各种发言稿 不停地改了又改 这可苦了乔管华 陈家康 幻香 何方这些文胆们 他们开玩笑地说 只要会议不开始 发言稿就要永远改下去 这不是开玩笑 这是大家确实都是 都这样说 我说周恩来也这样说 那么乔管华也这样说 实际上都是 我们都反而不是开玩笑 作为这一堆人 残余这个七草的人 就烦了 快快降了 明天快降了 这就不然没完没了 此时周恩来还没有完全判明 对方的底数 他担心 英美如果这时候 携起手来 武装干涉印度支那战争 那么越南人民军 就会丧失在战场上的优势 其结果将导致日内瓦会场上 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 都以失败告终 在早些时候 周恩来总理已经对日内瓦会议的结果 有了一个较为实际的设想 在朝鲜问题上 至少保持三八线的稳定 在这个基础上 争取迫使美国撤出军队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 大前提是争取和平 划定南北临时分界线 并争取尽量把这条线往南移 使形势 但是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一方 但是受美国既定政策的干预 在朝鲜问题上 即使要实现这样最低程度的和解 似乎也很困难 那么当时情况下是美国 它是武装日本 想占领朝鲜 这个侵量红台湾 这边一直在到拼凑东南亚 这个同盟防御 防御同盟 下边就再往中东地去 实际上它等于是拉着这么一条线 它就是它的战略计划是这样的 解决朝鲜问题 由美国强硬政策的阻碍 而在印度支那问题方面 却是一局活旗 四月底的越南进入了雨季 热带雨林的潮湿气候 让颠边府的法军 犹如陷入了地狱 河谷中的雨水 冲走了法军的故事 下雨时法军在水上 天晴时法军在泥里 蜷缩在攻势的部队 已经失去基本的作战能力 而越南人民军 却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 进行完兵力调整 打得越来越顺利 在这种情况下 法军被彻底打垮 只是时间问题 而唯一让周恩来总有担心的是 如果美国此时联合英国 进行武装干预 印度支那战争 就有继续扩大的危险 但幸运的是 从形式上分析 英国出兵印度支那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朝鲜问题得到解决了 实际上它等于 它的战略下这个链里头 有一截是断掉的 那么印支分已经在解决了 所以它这个等于就 它原来的这个战略企图 就无法实现了 实际上 二次世界大战后 英法两国国力的下降 已经决定了 他们无法再紧跟美国的战争政策 对于他们 当务之急 是赢得一个和平的环境 来发展经济 以便于它重新回到 资本主义强国的行列中去 帝国主义阵营中的这条裂痕 为我国进行外交斡旋 创造了机会 朝鲜停战以后 英国政府希望改善 同中国的关系 如果关系得到改善 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就会扩大 增长的经济利益 是英国政府 所能够预见到的 艾登 英国名臣 二战中担任英国首相 丘吉尔的主要助手 在联合美国和苏联 共同抗击德国的事务中 立下了汉马功劳 一九五一年 丘吉尔再次出任英国首相时 艾登也第三次担任外长 兼任副首相 实际上 他已经是未来英国首相的 不二人选 一谈英国绅士就是艾登 就是艾登 第一号人物 出秀人还不能说 因为他又胖 不是很好看 但艾登讲得很 西方标准的 国际比较高 很像样的 比较像样 此时艾登和丘吉尔 都有共同的看法 认为印度支那战争再打下去 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 当然 这次来到日内瓦 艾登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和周恩来会晤 寻求两国关系的改善 在苏联代表团的晚宴上 周恩来总理和艾登之间 展开了一番意味深长的 唇枪舌战 您说英国 实际上没有国家叫英国的 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地盘 英国的正式国号 是大布列天继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简称联合王国 这个艾登给周恩来吃饭 他就说联合王国已经承认了 早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国 可中华人民共国不承认联合王国 这个对这话周总理 马上就反过过去了 说不是你这话是说的不对的 是不是我们之所以没办法谈 是因为你们在联合国没有支持我们 会不合阿西 因为那个 当时艾登还挺来 他说你看你们 你怎么这么看重联合国啊 你们还这么看重联合国 联合国那真是个麻烦的地方 周总理说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承认联合王国 而是联合王国 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然周总理也很这个风趣幽默吧 也讲就说 你觉得我们很看重联合国吗 我们好像没有怎么怎么样 就是你不要觉得 好像你们把我们中国党在联合国之外 我们中国就活不下去了 我们就在国际事务中 不能发我们的作用 不是那么回事 在这段针锋相对的对话中 隐藏着中英之间的一段 陈年旧事 当年 英国是最早宣布承认新中国的 西方国家之一 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 中英关系降到了低谷 建交谈判也不了了之 然而英国的建交谈判代表杜威廉 却没有被召回国 而是留在了北京 继续担任起联络两国外交的作用 艾登这次来到日内瓦 也期待着 能把和中国的这种半截子外交关系 往前推进 这个半截子外交 这个话吧 因为我 从我目前看到的材料讲的 这个词是艾登用的 他就说 说你看我在那个 你们北京我有人 那个杜威廉 我把我在那留在那个地方 而且这次我特意把他带了 专门让他从北京来 来到日内吧 就是要跟你们中国谈那事 你们现在和伦敦那没有人 所以我们现在是半截子关系 所以这个正好 跟我们原来的设想判断 相吻合了 这次谈话 为中英之间改善关系 打开了大门 而两国外长 也彼此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所以我马上提出来 我们可以 是吧 我们可以派人 所以这个艾登说 你们能不能派一个中国的杜威廉 以色列你也派一个这个人来的 到英国来 但是我们就 我们就马上同意了 他说他把杜威廉带来的时候 后来我们这个 总理周恩来也讲了 我也把幻象带 幻象因为当时是这个 协务司司长 管这一块 事物 在以后的会议期间 艾登常常到花山别墅 来拜访周恩来 次数甚至超过了苏联外长 莫洛托夫 被人戏称为 去花山别墅最勤的人 当然 中英关系的改善 也为日内瓦会议上 东西方阵营之间 搭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一旦失去英国的支持 美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单独出兵 入侵印度之那 这样 周恩来总理对会议上的斗争方略 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轮廓 总理在我们去之后 大概三四天 他就召集全体人员 就讲了讲 说我们到日落瓦 来的目的 就是要解决 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 看来朝鲜问题 大概得不到解决 越南问题 是很可能解决的 我们尽量的争取 同时我们的策略就是 尽量地挖拢英国 利用英美的矛盾 这样子使得 英国能够支持我们的一些提案 当时的中国代表团 对实现印度之那和平 寄争了很大的希望 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选择 也是中国希望传达给世界的信息 经过三年朝鲜战争后 对中国缺乏了解的人 可能认为中国是个好战国家 但实际上 中国热爱和平 也需要和平 然而在对印度之那问题 具体解决方案的预想上 周恩来总理 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因为当时印度之那形势 还有许多未明之处 果然在以后的会议进程中 对印度之那情况的一枝半截 差点葬送了日内瓦会议上 关于印度之那问题的谈判 那个时候 那不光是对不上很多人 应该是咱们国内 包括重要领导 包括中国来自己 都不太清楚 因为咱们国际大内战 外面事情没怎么太过来 那专门研究印度之那 恐怕照我看来 可能都没有 我们在延安上学的时候 倒是有越南人 但是那时谁管他也越南 那时捉捉美国苏联 就已经够我们了解的了 所以印度之那不太清楚 这周总理自己讲啊 不太清楚 1954年4月26日 日内瓦会议在位于来门湖畔 阿里亚纳公园内的国联大厦开幕 这张照片 设于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入场时 照片中的周总理风度翩翩 沉着自信 他令世人蛰伏的外交风范 在这一瞬间得到了完美的权势 除周恩来外 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先后入场 其中苏联外长莫洛托夫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 法国外长皮杜尔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等 都是在国际舞台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如今这些世界政坛巨播 齐聚日内瓦 而对这次实际上的五大国会议 美国却讳莫如深 所以美国人就特别强调 这个会议不叫五大国会议 实际上当时 不管后面多少国家参加 还是得五大国为主 这是主角 是没有问题的 客观就是这样的 但是美国人他就极力淡化这个 所以当时美国的这个美国国务院 多勒斯曾一指示美国国务院 就说要发一个通知 就给他们这些媒体 因为当时要召开会议的消息出局以后 一些媒体都纷纷进行报道 就说五大国会议等等等等 讲了很多 所以美国国务院专门下发一个通知 给他这些驻外使领馆 给他这些新闻媒体 就讲就说 不要说五大国会议 就是日内瓦会议 就你们宣传报道上 也要有一个统一的口径 不要提五大国会议 所以当时他们是非常害怕这一点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日内瓦会议在位于莱蒙湖畔 阿里亚纳公园内的国联大厦开幕 会议一时 美国为中国设置的重重阻碍 就已经明显地处理在面前 而作为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一支新生力量 新中国代表团将如何应对 未来更多的挑战 在今后长达三个月的会期中 这批严重缺乏经验的中国外交官们 如何能够迅速地成长起来 如何能够在日内瓦 这个由西方大国长期占据的国际舞台上 打响新中国的旗号 现在一切不过刚刚开始 鹿死水手还未可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